物欲时代的今天,我们不得不面对金钱、权势、地位的欲望,但在身陷疲惫之时又难免看透红尘白事,想要获得精神上的宁静。 物质充裕的人或精神丰富的人,其实都不是最幸福的人,充满财富欲望的人会蔑视追求精神境界的人,而内心充实的人又看不惯同袖之人。 彼此对立,将欲望与灵魂分离开来,实质上这二者是互为补充,共生一体的,做人当做真性情的人,做人既不要做富人也不要做穷人,不要做君子也不要做小人,要做就做真性情的人。 中国人的人生处事哲学总是为着利益而自,正所谓君子寓意,小人寓以利,但是中间大多数人既不是君子,也不是小人怎么办? 他们的处事态度是什么呢? 那就是情,用周国平的话说,就是智人寓以情。 他在人生哲思录写道,一和利,貌似相反,实则想通,即,要求人现身抽象的社会实体,利,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,两者遮蔽了人的真正自我。 而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,都是采用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,将人的欲望和精神割裂开来,再来说说何谓真性情? 真性情,就是人内心最真实,最本处的欲望和精神追求,性,乃欲求,情,乃精神。 做一个有虚有识的人,就要真性情,不刻意地抑制自己的欲望,追求二代物质的需求,不怠慢自己追求精神的步伐,使得内在的灵魂变得饱满,简简单单做人,饿了就吃饭,困了就睡觉,天气好就去外面,看世界的五颜六色,白花似锦。 做一个真性情的人,会把金钱看得很重,也会把金钱看得很轻,不会被物欲所羁绊,也不会沉醉于虚幻的精神世界,他是一个真正拥有自我的人。 形体与精神,如影随形,对于形体和精神之间的看法,陶渊明曾说,既自以心为形意,惜惆怅而独悲,他觉得自己的内心,也就是精神世界,被自己的形体,需要给束缚住了,人就会感到惆怅无力。 悲从中来,自古以来,先贤们都提倡一种过简单生活的理念,为外物所意识,保持精神上的自由,西方哲人书本华认为,肉体和灵魂是密不可分的,缺乏灵魂的肉体不过是一具形式走肉,而没有肉体的灵魂,也只不过漂泊无一的一缕孤魂。 所以,我们的形体与精神是如影随形的,事实上,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,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,超出的便是属于奢侈品了,他们固然为我们提供各种享受,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,但是,如果想求这样的享受,就会变成一种奴役,纵观现代的人生活,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。 学习多多的物质东西的出现,生活似乎看起来变得方便了,富裕了,但我们人却没感到幸福。 生活中有多少人,在健身和工资上努力拼活,却乎是我家里那个人的心理,需要结果事业成功了。 婚姻失败了,有多少人为了买房买车而经常新加班,无视自己的身体健康,有多少人,希望尽快获复人的生活。 你是心智,失去冷静,多是投资失败,被骗财骗死。 如果一个人太太重目去享受,就必然要付出精神上的代价,有时更是双重代价,人的形体需要是有限的,无非是温饱,超于此的便是奢侈,而人要奢侈起来是没有尽头的。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,温饱已经不是问题了,关键是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情调,除了物质生活带来的快乐,更应该去探索精神世界,物质封营灵魂,灵魂在造物质前,在我眼中从来不肮脏,只要那是自己挣来的,财富,能让我们心中很多所想的东西变得现实。 所谓君子爱财,取之以道,翻越历史发泄王宝那些大的艺术家,文学家,科学家都不是一个纯粹追求精神世界的人,他们不是家庭想和就是自己赚钱多。 记得鲁迅先生说,他自己曾经被很多人误解,因为他内心厌恶国民政府,自己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门任职。 先生调侃地说,他们该给多少就要多少,一个大洋也不能少。 先生意思是要想活着更有意义,首先得让自己活下去,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创造条件。 先生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,拿着国民政府的薪资,却用自己的文字,再狠狠地批判丑陋的现实。 不要企图将物欲和精神剥离,马斯洛心理需要层次理论,认为人的心理需要是有层次顺序的,由低级需要到高级需要,而最低级的需要就是生物理需要。 其次是安全的需要,尊重的需要,归属和爱的需要,以及自我实现需要。 你不可能让一个分财不保的人去保持一颗宁静的心,因为他的机体不允许。 不要以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都是是精神或心理层面的,无论哪种需要都与物欲和精神紧密相关的。 例如,被人尊重里就有物欲与精神两种原因,一是你的身份和地位,所拥有的让人尊重,二是你的品性和财学。 精神世界让人尊重,物质封印灵魂,灵魂在造物质。 你有保证自己足够生存的物质财富时,通过读书、培训、进修等方式,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。 当你学到更多有用的东西,内心更加强大的时候,又可以再投向物质领域,来展现自己,创造更多的财富。 如何对待物欲和心灵,有欲望是好事,那正体现了生命的特征。 无行无求的那不是凡人的境界,我们只要正确地对待物欲与灵魂变好,那么,该如何对待呢? 第一,我们看待世界不能以一种被黑及白的二元分离的观点去看待,不是追求财富的都是守财奴,不是追求修行的都是和尚。 不要分离,也不能分离,因为这两样东西,本身就是我们自身生命所必须的,如同左右手。 第二,正如荣格所言,要像对待光明那样对待黑暗,这样你就会照亮黑暗,不要举险,不要抗拒,面对它,接受它,处理它,放下它。 真性情之人除了会克制还能随心所聚,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,而事物都诞生于矛盾运动之中,物质与心灵,看似矛盾的。 但是却互为补充,相辅相成,只有将这两个世界整合在一起,才能做一个内心和谐的人,而这样一个人必然是一个会懂得生活,享受人生的人,也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